你好,新年快乐 那我上一部片是说圣诞节快乐嘛 这部说新年 嗯,可以了 那这个影片呢,主要是来重温 我们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定下的目标 然后呢,就让你们来为我定下的目标打分 然后我们再来设定我们今年2019年全新的目标 去年我有发布过一个交代影片 然后在影片里面呢,我就有提到我为YouTube定下的三个目标 那我们这一次就来重新复习一下这三个目标是什么 然后再来看它有没有达成 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达到7000个订阅 那这个目标我们在年尾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 就是突破了7000个订阅 好,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感谢的话了 那我们这次就新造就好 第二个呢,就是更用心经营Facebook 那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有做到 就是每当我在insta post一个post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个post也搬到去Facebook那一边 第三个就是更有质感和quality 那这一年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做到 太自恋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在前几个星期我手痒 然后我就去点我2017年的影片来看 然后发现当时的影片真的是 嗯,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包容跟爱戴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2018年的影片 它的剪辑还是拍摄那一边就会比2017年更成熟 可是呢,我还是想要听听看你们对这个目标的反馈 所以我想请你们帮一个小小的忙 就是现在这里有1到10分 那你们可以在留言区为这一年来我所有的影片 无论是质感、质量、内容或者是其他任何各种方面 你们都可以来进行打分 对,就是这样简单 然后如果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那说完了2018年的我们就来说一说2019年的 那2019年我设定的目标是比2018年多两个的 这一次我设定的目标是比较具体的 就是会直接告诉我要做什么、要出什么这样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订阅人数 在2019年我想要达到1万订阅 嗯,我希望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就是出至少3级菜鸟的养成 那菜鸟的养成到目前为止其实已经出了3级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出的速度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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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的 就拿2017年来说我出了2步 那2018年我只出了1步 对 嗯,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我出的速度很慢 可是因为菜鸟养成他的确是需要花比较多心力 然后我这个懒人就很多时候都会有拖延的那种问题存在 所以这一年我就想要逼自己 一定要出好3级 可是那个质量我也是会把关的 对,剪辑师就是我自己啊 第三个目标就是延续去年的8月31日的活动 也就是国庆意卖2.0 那我希望这一次真的是可以办到 然后因为去年有了经验 我也发现到很多很 就不少的问题 对,关于产品啊 或者是关于宣传 关于包装 关于技术方面 其实都有存在着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要在这一年改进 我也希望这一年的产品会比较实用 而且比较大众化 因为去年的感觉 没有那么大众化 对 那我们一起加油吧 第四个目标就是两个星期出一次影片 那因为在2018年的交代影片 我有说过要把2017年每个星期五 固定上一部影片的模式去掉 可是我也发现到这样会让我拖延症更严重 而且我自从10月开学以后 我就变得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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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忙到有时候甚至一个月都没有出影片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就观众啊 小非法们 他们会等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问 为什么没有出影片了的 有点让大家失落的感觉 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你好像你很喜欢一件东西 然后你很久很久没有做之后 你就会开始生疏 然后你可能甚至那个热情都不会在了 然后我这一个学期我就有面临这种情况 就是有点生疏的感觉 所以我想要就是持续的 上传影片来 不要把这种热情跟这种熟练的程度断掉 对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在讲什么 那第五个目标呢 跟2018年一样 就是提升影片的质感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个算是一个长久的目标 就是在明年后年大后年 我都会把它写进我的手帐里面 来作为一个鞭策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最后 无论是在工作学业爱好休闲方面 希望我们都能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毕竟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